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5韩国光州世界大学运动会将于7月登场 台湾这次共有237位国手参与这项大赛 国家运动训练中心为了帮助选手备战 除了5月份启用新建场馆之外 在饮食上跟台湾味之素合作打造冠军餐 强调均衡饮食以及摄取补充食品 就是我也是吃冠军餐大概吃一个月 之前也没有这个姿势 我觉得以前的话我比较容易有训练完 会有头晕低血糖的状况 然后感觉最近这样吃就是状况比较少发生 除了强化选手正确的饮食观念 台湾味之素集团提供了氨基酸营养补充品 国训中心从6月1号开始实施第一阶段 共有6个运动项目58位男女选手参加 运动员长期因为激烈的训练 肌肉耗损比一般人来得多 所以对能量还有蛋白质的需求也更多 因此补充氨基酸帮助肌肉蛋白质合成非常重要 可以加速恢复肌肉疲劳 并且维持运动表现 而这次国训中心跟台湾味之素的合作 就是希望运动员不仅练得好也要吃得好